大盘冲高回落 收了一个长长的上影线 而且这个还像一个锤子 只不过这个位置来到了第一支撑位 就是这个跳空缺口 那大盘今天冲高回落 尾盘的时候呢 稍稍有点横住了 可是成交量今天放的特别大 两式成交量 一万一千五百多亿 比每天就大了一倍 那这么大的成交量 为什么还会冲高回落呢 能不能是下午的时候 有一些东西主动回撤呀 看这个880472 看 这不就是这个东西出动了 出现的主动回撤 把大盘给拉下来的吗 它是什么 它不就是券商吗 瞧 券商走出这样 大盘是不是跟券商走的如出一辙 那么大盘这个位置 留下了一个这么大的跳空缺口 然后出现了这样的冲高回落 我们该怎么办 首先说 今天啊 这个位置留下了一个将近三十多个点的跳空缺口 那未来两天能不能回补这个缺口 显得十分关键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 三天不回补缺口 缺口有效 先说这个 下面这有一个叫做导形反转 如果把这个去掉 看得是不是更加清晰 对 那么这个导形反转已经形成了 如果明天要想把这个缺口给回补掉 那难度很大 所以呢 这个缺口已经成立 证明什么 这个位置 大盘已经开始反转 只不过是这种导形反转 如果想把这个反转趋势给搞掉了 那么他必须要把这个缺口给回补掉 所以说三天之内如果不回补缺口 甚至接下来一周的不回补缺口的话 这个缺口还是有效的 我们还是按照反转行情的初期来对待 剩下的就是这个跳空缺口 三天如果不能把这个跳空缺口给回补掉 今天早盘跳空高开 2901点 一共留下了38个点的跳空缺口 可是今天有所回撤的情况下 现在这个位置呢 又打到了一个整数关口 那么现在大盘留下了这样一个跳空缺口 我们就看明天后天 就是周四周五 这两天能不能把这个30多个点的缺口回补 如果不能回补这个跳空缺口 还会继续向上 那这根长长的上影线 就会构成叫做叫仙人指路 什么是仙人指路 就大盘还会穿过2952点 也就是大盘会继续向上干 所以明天后天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大盘现在放量 而且呢很多东西呢都有资金介入 更主要的呢 现在呢市场的热点啊 并不缺乏的时候 那出现这种冲高回落 我们就会有两个思考 第一个思考 今天这个位置下午啊 尤其是下午该不该加仓 我们在尾盘的时候是加仓了 加了10% 那位说那你加10% 目的是什么 现在我们60%的仓位 是因为今天早盘集合净价 就在这个区间我们加了10% 然后呢尾盘这我们又加了10% 现在的总仓位 这不已经到了70%了吗 这就可以了 那位说如果这个位置 明天又是回补缺口怎么办 如果真的是回补缺口的话 我们还可以观望观望 因为缺口下方2863点 仍然构成支撑 这是回补缺口 它要继续向上干 那是不是就是重拾声势啊 对 如果回补缺口继续不止跌 向下 那个我们就把今天加的 这些20%啊 那可能会一下子都减出来 甚至把以前加的一些仓位呢 也会减掉10% 那样来讲又回到40%仓位 如果再要是出现不妙的情况 我们可能还会继续减仓 直至减到30% 甚至于再往下减 那个时候就看明天这个位置的力度 如果明天延续放量上涨 甚至延续放量给这块活略成交 就像这个880472 如果明天它都不跌了 就在这个位置横着 人家收出一根十字星代表啥 有一定的分歧吗 如果把下方这个十字星给拉下来 这不就是一个很大的十字星吗 如果连明天券商都不跌的话 那我们还怕个啥呀 那就得等到后天 等到后天 那就证明三天能不能把这个缺口完全回补 如果不回补缺口 那这个位置缺口还是支撑 未来还是要向上 那就是节前的问题 节前现在就得考虑 到底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了 那到底该怎么做呢 这个位置啊 我们就看首先这个位置的三个 就这个30多个点的交控缺口 能不能回补了 那么再重新梳理一下 大盘呢 像权动指标股 像9啊 又是毛指数 还是说的这个宁组合呀 很多东西还在维持上涨 只不过呢 有一些东西出现了简单的分化 就包括这个牛式的七手风向标 这不是出现了这样的十字星 也就是他们内部之间也有一些分歧吗 那么大盘现在出现冲高回落 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来看 还留下这么多的跳红缺口 那就代表大盘在这个位置呢 他还是要洗一洗 也就是洗洗盘 那么洗洗盘的时候呢 谁在卖出 这个就值得我们商榷了 如果这个位置是散户卖出 那大盘还会上上 如果这个位置是主力出逃 那大盘可能就会向下 那主力为什么要出逃 从这刚刚涨起了一根线 主力就出逃 你信吗 难道这个位置就有人 现在要持币过节 提前布局吗 最起码我说这么多 你是不相信 对吧 那好了 那我们就不用带着更多的怀疑 我们先看 只要是不摆这个跳红缺口给回补上 我们仍然看是一个倒行反转上涨行情 好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点赞加关注 如果大盘明天真的要是回补了缺口 那这个位置我们可得看看 2863点支撑力度能怎么样 一旦回补了 它得迅速向上拐 如果不向上走 那未来还要下跌的话 我们就得是被动型的减藏 喜欢古邦呢 加关注 我们明天早前呢 还要早个报 我会把接下来 三点半之后 到明天早上六点半之前 发生的消息 梳理好 跟大家来分享 因为一旦有了消息 就像今天似的 跳空高开 那得有多么好 另外我还会把 隔夜外盘欧美的走势 尤其是我们中概股的表现 也会跟大家来分享 你像昨天晚间 中概股大涨超过9% 这不是直接把大盘给带飞了吗 如果明天呢 如果今天晚间 他们的海涨 就是明天早间四点钟 就会播出来 出来的话 我梳理好 用早个报分享给你 好 我们明天早个报 见